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程中的课程中,欢迎学习简明法语教程。 大家好,今天我们开始课程中,您好吗? 刚才雷老师说的那句话,大家应该都可以听懂吧? 可能除了最后这一小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大家好,今天我们开始课程中的课程中,我们就要开始第十三课的学习了。 问的是什么呢?你们准备好了吗? 这里教给大家一个词组,叫做être prêt,意思是准备好了。 那我们也可以在后面接上动词,être prêt à faire quelque chose,准备好做模式。 比如说, je suis prêt à partir,我已经准备好,可以出发了,être prêt à faire quelque chose。 嗯,今天在这节课的一开始就教给大家。 那一般呢,我在开始一个新的课的时候呢,都会习惯性的问一下大家,vous êtes prêt? 你们已经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上这一课了吗? 因为进入新一课的学习呢,应该是代表,你已经把前面的内容都掌握好了。 这样才可以更好的去学习掌握新的知识。 所以呢,如果大家已经准备好了,那就让我们进入到第13课的语法部分的学习吧。 那这一节课呢,我们要学一个有一些神奇的代词,在法语当中把它叫做附代词。 这个代词的词形非常的简单,就是一个字母Y,但是它的发音呢,我们是念作Y,Y。 所以我们经常把它叫做附代词Y,那么这个附代词Y是怎么样来使用的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它呢,可以用来代替以A或者DON等等借词引导的地点状语,表示这儿,那儿。 嗯,听到这里大家应该已经差不多猜到了这个附代词Y的意思呢,相当于英语当中的HERE, THERE,对不对? 嗯,没错啦,它的作用呢,就是表示这儿,那儿。 但是它的位置呢,我们要注意一下了,它是放在有关动词前面的。 那我们还是通过几个例句来理解它的用法。 比如说,嗯,我问你,Vous allez à Paris?您要去巴黎吗? 那你会怎么回答呢? 假设你回答说,是的,我要去巴黎。 你可能会说, Oui, je vais à Paris。 嗯,那我们再完整的看一下这段对话。 Vous allez à Paris? Oui, je vais à Paris。 是不是感觉有一些声音啊,有一点重复的感觉,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回答里面的 Je vais à Paris,这个A加上Paris所做的地点状语,用我们的附代词Y来代替。 并且呢,注意我们附代词Y的位置是放在有关动词前面的。 所以呢,我们得到的句子就是, Oui, je vais, je vais, je vais, y代替, à Paris, 并且,移到动词A的前面, je vais,嗯,那如果是否定的回答呢? 不,我不去巴黎的。 Non, je n'y vais pas, je n'y vais pas,这个Y还是放在动词A的前面。 Non, je n'y vais pas. 这个呢,就是我们附代词Y的用法了,它可以避免这个地点状语的重复。 那我们可以再看一个例子,更加深刻的理解它的用法。 Elle travaille dans lusine? 他们在这家工厂工作吗? Elle travaille dans lusine? 那这里的地点状语, dans lusine,也可以用附代词Y来代替。 所以我们的回答呢,比如说肯定的回答,是的,他们是在这家工厂工作, 他们是在哪儿工作? Wi, elle, sie travaille。 嗯,用Y代替,don lusine,放在动词Travaillé的前面。 Wi, elle, sie travaille。 那如果是否定的形式呢? 大家自己来试试看。 Non, elle n'y travaille pas. Elle n'y travaille pas. 嗯,通过这两个例子呢?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个附带词Y的最基本的一个用法了。 我们再来看一遍。 附带词Y可以代替a,don,等等,借词引导的地点状语,表示这儿,那儿,放在有关动词前。 嗯,这一句放在有关动词前啊,其实非常的重要。 不要看它非常短,其实它里面包含了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呢,是前,嗯,这个附带词Y呢,作为一个代词。 它也是比较遵循法语当中代词的一个特性的,是要放在动词的前面的。 那这一点呢,和我们中文和英语里的都很不一样,可能是需要大家适应一下的啊。 它是要放在动词前面的,所以这个前非常重要。 还有一个重点是哪里呢? 放在有关动词前。 什么叫有关动词呢? 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例子。 问句是Bascal veut aller à Paris,换了一个人啊。 Bascal,他是想要去巴黎吗? Bascal veut aller à Paris,这里用到了一个伴助动词Vouloir,对吗? Vouloir faire quelque chose,想要做某事。 那么我们的回答呢,应该是怎么样的? 根据前面学到的内容,我们会知道A Paris可以用附带词E来代替。 那关键就是这个E放在哪里呢? 是We, il y veut aller,还是We, il veut y aller。 你们觉得是哪一个呢? 嗯,这个时候就要注意啦,这个附带词E呢,是要放在有关动词前面的。 而在这一句话当中呢,这个地点状语A Paris的有关动词应该是去。 去巴黎,因此呢,他应该放在E的前面。 所以我们的回答应该是,We, il veut y aller。 il veut y aller,他想去那。 那否定的形式呢,Non, il ne veut pas y aller。 不,他不想去那里。 好,接下来呢,我们通过几个练习题来现学现练,巩固一下附带词E的用法。 好,我们一起来简单的讲评一下刚才的这几道练习。 和我们之前做的一些练习笔呢,难度稍微有点大, 因为这次是要让大家把这个We,后面的整个句子都写出来的。 不过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一些句子了。 大家只要掌握好了刚才讲到的E的用法,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来看第一题。 Bascal va au bureau。 Bascal要去办公室吗? Bureau,办公室。 那也可以指书桌,我们之前已经见过了。 Wi, il, i, va。 对吧,他是要去办公室。 这个au bureau可以用i来代替,放在Alet的前面。 Wi, il, va。 第二题, Els vont de l'école maintenant? 他们现在要去学校吗? Wi, elles y vont maintenant。 是的,他们现在要去那里。 Els y vont。 注意,拼写啊。 第三题, Est-ce que votre frère travaille en France? 您的兄弟是在法国工作吗? 注意啊,刚才我们讲到的E的用法呢, 是用它来代替A或者DAN等借词引导的地点状语。 所以不仅仅局限于A或DAN, 像这个en France也是一个地点状语,对不对? 所以他也可以用i来代替。 Est-ce que votre frère travaille en France? Wi, il y travaille. Est-ce que le livre est sur la table? 同样的, sur la table, 在桌上, 也是表示地点的, 所以呢, 也可以用i。 Wi, il y est. 那其实在我们书本上的第125页呢, 也有非常多的类似的练习, 大家呢, 可以通过自己去做这样的一些练习, 来巩固这个附带词E的用法, 总体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 好, 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课当中需要掌握的两个动词的辩位。 首先第一个是 lire lire 表示 读 lire un roman 读一本小说 lire un journal 读一张报纸 lire une lettre 读一封信 嗯, 其实就是看书这样的一个意思 lire 那么 lire这个词呢, 也是第三组动词 它的变位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大家可不可以自己来尝试一下? 通过你之前积攒的一些经验, 来尝试着变一下 lire这个动词的辩位。 好, 给大家15秒钟的时间自己来试一试。 尝试的怎么样呢? 可以吗?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 lire第三组动词怎么样来进行变位。 可能是 这里比较容易出错 对不对 那我们再来做一遍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课 要学到的一个第三组动词 leer的变味 接下来我们这一课 需要掌握的呢 是一个第一组动词 voyager 那既然是 第一组动词呢 我就要求同学们 自己来做变味了 因为我们已经学习过 第一组动词的变味规律了 对吗 所以接下来 这个voyager的 八个人称的变味 我们通过练习的形式 让大家现场的来做一下 检查你的功率的时候到了 Leony老师会到课后回复 去看看哪些同学 这个变味做的不好的 这一课的正确率不够高的 那要采取一点措施了 对不对 好不要紧张啊 我们一起来做一下 voyager的变味 好 做完了以后 有没有全队的同学呢 值得表扬鼓励一下啊 那么 基本上来说 这个voyager的变味 大家应该没有问题 那可能会出错的呢 是不是这个 no后面的 第一人称复述 no no voyager 要变起来没有问题 可是在书写的时候 大家还记不记得 老师当时曾经给大家讲到的两个比较特殊的第一组动词 因为发音的关系在第一人称复述的变味后面呢 拼写会有一点小小的不一样 那我们还是一起来看一下整体的 voyager这个动词的变味 je voyage du voyage s不要忘记啊 可能也有一些同学在这里有出错的 du voyage il voyage el voyage nous voyagons 注意要保持这个 jong的发音呢 只要在字母je的后面多加一个e nous voyagons vous voyager il voyage el voyage 其他的应该没有问题了 所以呢 在这里还是要再次的回忆巩固一下 这些以ger结尾的动词呢 要特别注意在nous后面的变味形式 是会有拼写的一个小小的差异的 那么voyager这个动词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应该都可以猜出来 指的是旅行 我们有名词voyage pourquoi tu part en voyage 你为什么去旅行 旅行的意义 那么partir en voyage 表示去旅行 我们当然也可以直接用动词 那就是这个voyager 那我们再回忆一下 在上一节课里面呢 学过pendre这个动词 并且知道pendre可以表示 乘坐某种交通工具 比如说pendre un avion pendre une voiture pendre le metro pendre une bicyclette 等等等等 大家可以顺便回忆一下 学到的那些交通工具 怎么说啊 那用pendre呢 直接是表示 我乘坐某一样交通工具 那现在如果我要表达 我坐飞机去旅行 大家会怎么样来组织这个句子呢 Je prends un avion pour voyager 好像听起来也可以 对不对 Je prends un avion pour voyager 但是呢 法国人一般不会这么表达 他们会怎么说呢 我们看好下面这个句子 我坐飞机旅行 Je voyage en avion 直接用动词voyager 而旅行的方式呢 用借词加上交通工具 来做一个方式状语 voyager un avion 坐飞机旅行 嗯 所以今天我们这一节课 要另外学到的一个知识呢 就是怎么样用状语的方式 来表达乘坐某种交通工具 那刚才我们看到了 坐飞机 我们会说 那如果是坐火车呢 我们发现了吗 如果用状语的方式 来表达这些交通工具 我是坐这个去的 我们一般会用借词 不过呢 如果我说 我不行去什么什么地方 比如说 我不行去超市 Je vais au supermarché à pied 注意这里用的是借词 à 还有呢 嗯 可能步行有点远 Je vais au supermarché à vélo 我骑着一个自行车去的 vélo是自行车 那还有一个词呢 bicyclette 也是 一样的意思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 Je vais au supermarché à bicyclette 再高级一点呢 Je vais au supermarché à moto 骑摩托车去的 那为什么这三个用的是借词 à呢 大家有没有发现 他和前面的这些 tane battou autobus vattour metre 等等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有的同学说这三个相对来说 比较简陋啊 对不对 自己用脚走的 自己用脚蹬的 摩托还稍微高级一点啊 但是还是一个肉包铁 前面的那几个都是铁包肉 那这样系也可以 总之呢大部分的这个表示交通工具 用来做壮语 我们会用on加上交通工具的名字 但是这三个比较简陋的肉包铁的 大家可以记一下 à pied à moto à vélo 或者à bicyclette 来做几道练习 巩固学过的内容 alor c'est tout pour aujourd'hui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Salut